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看到了 你看后面是泳池 然后就是湖 待会儿的具体的看房视频当中 您就能看到这个房子是什么样的感觉了 整体的房子是一个 一个四合院式的那种感觉 是围着一圈儿见的那种感觉 定制房的房子有很多的户型 也有很多的选择 而我们今天看的这一套呢 它不是一个大的高挑厅的 它是有点教堂的风格的 然后它的挑厅是这样子的 这种尖尖的 然后一个挑厅的这种感觉 如果说您对这个房子 有很多自己的设想 来做一个定制房的话 那看了我这么多的视频 可能会对您的定制房 稍微有一点概念 如果您对定制房感兴趣 或者想来搜尾顿定制一套房子的话 欢迎加我微信 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GG 我们现在先看看这个定制房吧 今天我们来看的这套房子 是一套定制房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湖 湖井定制 因为定制房有很多种 有的是湖井 有的不是湖井 湖井完全看您选的这块地 像我们今天看的这套房子 就是一个很大的湖井定制 然后它的车库是在这边的 从这边看一下 车库就是在这一面的 所以它其实是三个车库 但是定制嘛 您想要几个车库 就可以定制几个车库 我们只是看样板间是三个车库 就这样的感觉 现在让我们进去看一下咯 一打开门 就是一个很高的这样的调空 所以你一进来的这种感觉 就是很open的感觉 然后现在我手指的这个位置 是一个办公室 但是一进门 其实就是这样子 一个大的推拉门 推拉门再往外看 就是湖和泳池 当然了你也可以不这么见 这只是其中一种感觉的定制房 在大门的这一边 就是早餐 主餐厅 主餐厅平常的作用 其实就是摆着看的作用 更大一点 这个房子呢 它是一个正方形的 长方形的感觉 那这边是有很多房间的 然后另外一边 也是有很多房间的 那我们现在就从这边开始看起 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得到 这个整体的户型的感觉 往左手边走过来之后 就是一个早餐厅 早餐厅是可以看到泳池 看到湖景的 因为是两面的窗户 这样的感觉 然后再往这边走 就是很漂亮的厨房 定制冰箱 镶嵌式的微波炉 各方面这种 基本都不用说了 基本上都是 什么样的好点的房子 都有的这种配置 然后漂亮的大理石 因为这种定制 你想选这个大理石 就选不想选 就选别的大理石 这个都是很随意可以换的 然后往这边走呢 就看到它的一个客厅 这个客厅的窗户 也是两面的 这边一面窗户 然后这边一面窗户 但是这个客厅 不是我们平常看到的 那种大的高挑客厅 而是这种教堂风 这样的一个客厅 如果说您不喜欢这种客厅 但是这个户型的 大概感觉都喜欢 那这个也是完全可以改的 再往里走 这边有一个客人用的洗手间 这是一个储藏间 然后往里走 就来到它的一个活动室 这个活动室挑厅也是这样子的感觉 然后包括活动室 也是一直可以看到湖的 其实要可以说这是活动室 也可以说这是一个主人 比较私密的客厅 这个湖景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湖景了 然后这边呢 是一个储藏室 从这个门出去 就可以看得到外面的 这个室外厨房啊 泳池啊 padeo之类的 那现在呢 我们再去这个房子 另外一面看一下 另外一面就是比较静密的区域 这一面基本上就是卧室的区域 然后我这边首先看到了第一个卧室 这也是builder的一个做成的办公室 然后再继续往前走 就到了主卧的位置 进了这个门就是主卧 然后呢 主卧的洗手间就在这 看这个洗手间的门 是九尺高门 双开九尺高门 然后洗手间的整体感觉也是高挑的 所以一进来之后 就觉得这个洗手间好大啊 高挑洗手间 非常大 然后非常漂亮 这边就是它的洗手台 然后马桶间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衣帽间 如果您觉得这个衣帽间太小的话 也可以直接做成更大的衣帽间 这个在定制当中都是可以随便改的 然后再往这边看 然后再往这边看 就是一个walk-in的一个淋浴间 可以做成按摩芋头 只是这个没有做 整体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好了 现在我们再往里走 往里走就是它最漂亮的主卧 看这两面窗户 然后主卧 也是一个叫唐峰的尖顶 从主卧望出去就是非常大的一片湖景 看一下 待会儿我们可以去院子看一下这个湖景的感觉 好 现在我们去二楼看看 也就是说这个房子是一楼有两楼卧室 然后我们再去二楼看看 二楼的布局 上了二楼之后 我们再往楼下看就看得到 刚才我们刚进门是什么样的感觉了 然后一到了二楼 就看到这个大的跟推拉门一样的大裸底窗也很美 然后一上来之后 我先是右手边 有一个房间 一个卧室 这边是它的淋浴间 马桶间 然后再往这边走呢 就是一帽间 我们经常在很多的房子当中 看到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小门 其实这是侧面阁楼的一个入口 这样的话如果以后有什么东西需要修缮 需要维修人员打开门过去修缮一下 好 我们现在去另外一面 很漂亮的一个大陆地窗 直接可以看得到院子和外面糊的感觉 到这边之后呢 我们先看得到一个卧室 其实有很多的豪室 在二楼就没有太多的心意了 基本上就是房间是套间 然后有的二楼有那么一个房间 也跟主卧一样比较大 然后一帽间 就是每一个好像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其实最大的心意就是在一楼 这是二楼的一个客厅 这个旁边呢 又一个卧室 也就是说二楼有三个套间 这是二楼的卧室套间 这是二楼的卧室套间 好 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这就是我们看的这套房子的整体感觉 现在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房子 垫子是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这样的感觉 从这个门出去我们就到了这漂亮的院子 这一面都是一个长的pedio 所以你就可以在这儿party之类的 然后室外厨房 泳池对于定制房来讲也是一种定制 如果您觉得需要泳池可以直接定制 如果不需要泳池的话也可以不做 那现在就是我看到的这个房子后院 这个房子的湖面其实是很大的一个湖面 所以说如果您看到这个后院就是这种斜坡式的 如果说您想在斜坡上面再做什么处理的话 那就需要自己把现在您看到的 我脚下的这些水泥地延伸出去 那这种设计也是没问题的 可以让建商这样来给您做 整体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这个湖面就比较大了 所以大的湖面的房子肯定是也相对价位高一些 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定制房价门间了 如果您对修登地产感兴趣 欢迎加我微信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是JJ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 拜拜